面对俄乌冲突,欧洲选择了对抗俄罗斯,这既有欧洲自己的考量,也有跟随美国的原因。 如今已为欧洲带来了麻烦,两大直接结果如下,一是欧元对美元一度跌破了一比一。 高峰时,一欧元能换约1.6美元,如今基本上一欧元换一美元,甚至一度出现换不到一美元。 二是18天内,四位欧洲领导人先后辞职。 6月27日,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宣布辞职。 7月7日,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。 7月14日,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宣布辞职。 同日,意大利总理德拉基宣布辞职。 我来稍加解说下,出现这些恶果的原因。 首先是欧洲经济困境,受俄乌冲突及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影响, 致使欧洲出现了能源危机、粮食危机等多种困境,进而升高了通胀,并有滑向滞胀的风险。 欧洲如今通胀很高,达到了9%左右。 爱沙尼亚6月CPI,更达到了破天荒的22%。 对于西方国家,一旦经济出了问题,其执政者往往就混不成。 同时,欧洲自身经济疲软,也为欧元下跌埋下了隐患。 其次是政治分裂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一旦经济出了问题,其他问题就会随之而来。 对于欧洲,它导致的一个直接次生灾害,就是政治分裂。 对于俄乌冲突,对于是否支持乌克兰,是否制裁俄罗斯这些问题,辛劳欧洲,各政党。 各民众之间,彼此意见不一。 我们以意大利为例子,五星运动党要求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,而德拉基领导的意大利政府, 却追随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,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与武器,这直接导致了政党间的分离。 根据一份在六月的欧洲民调,百分之三十五的欧洲受访民众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求和, 约百分之二十的支持对抗。 其实现在还好,再过几个月当冬天来临,因缺少能源无法取缘时, 欧洲人就更能体会得到。 经济困境,政治分裂,就成为了一些欧洲领导人越来越难混的原因。 如今连德国朔尔茨都愈发沉默,法国马克龙也痛失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。 再次,美国磨刀祸祸,美联储大幅加息,从而导致美元升值, 而欧洲本来经济形势不好,所以不敢等量跟进加息。 欧洲经济疲乱不用多说,如上文所述, 如今欧洲面临高通胀,甚至有滑向滞胀的风险。 与此同时还面临着粮食、能源等多重困境,经济疲软导致欧元贬值。 这一升一降,就导致了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, 出现了二十年来从未见过的一比一器官。 到这里就很明白了,欧元汇率大跌,欧洲领导人不断下台, 它反映的正是欧洲的经济困境,政治分裂。 这一方面是美国回舞镰刀的结果, 另一方面正是欧洲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, 恶化自身经济的结果。 也再次证明了跟随美国的,基本都没有好结果, 也许不是第一个死的,但往往是死得最惨的。 经历此番结束的欧洲,但凡稍有自行之心, 但凡欧洲那帮掌权人不全都是草包, 应该会推进如下两方面内容, 其一是继续推进欧洲战略自主, 尽可能在政治与军事上摆脱美国控制, 否则类似如今的困境还会不断上演。 美国的镰刀也会对欧洲一波一波地割下去, 其二是尽可能地让能源多远化, 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与粮食依赖。 若不然,在政治与安全上受美国控制, 在能源与粮食方向又受俄罗斯控制。 被两头牵扯的欧洲,将永无出头之日。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快速失序状态, 在新冠疫情深刻影响全球形势的形势下, 金融、粮食和能源危机、军事冲突同时出现,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见的态势。 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基于美西方内部矛盾激化, 美中俄大国博弈白热化。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遭遇重大挫折, 美国对全球的单极霸权统治面临挑战。 核心是世界从单极向多极转化, 美国为维护其霸权统治而变得更加疯狂。 我们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, 及这些重大事件之间的关联。 第一, 一场借通货膨胀为掩护的美元收割战争。 7月12日, 美元指数最高升到108.56, 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全球主要货币汇率都出现了下跌, 日元和欧元下跌最为明显。 欧元对美元最低到1比1,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, 美元面目猙獰, 杀鸡一现。 一场血以腥风的货币战争, 正向全球袭来。 我们一定要记住, 当前的所有危机和冲突, 都与美国的降息与加息周期有关, 都与美联储加息与锁表有关, 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。 不关注这一点就无法看清当前的全球形势, 当前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美元指数。 108.56显然不是美元指数的顶点, 强势美元, 驱赶全球美元回流美国, 是美国化解高通胀危机和收割全球财富的关键。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濒临或陷入破产, 也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货币加速贬值, 会有更多国家的美元回流到美国, 为美债、美股、美国经济续命。 这里我们一定不要被一个现象所迷惑, 那就是美国的高通胀, 美国的高通胀有其真实的一面。 也有被美国设计的一面, 美国正在借高通胀掩护美国更大的战略意图, 那就是一场收割全球财富的货币战争。 二,欧洲衰落的命运已经注定, 欧元对美元大幅下跌, 终于跌到了与美元平价的水平,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 这些年欧洲人的命运, 从来都没有掌握在欧洲人手中, 而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。 在欧元刚刚诞生准备与美元争霸天下的时候,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, 忽然发动了一场科索沃战争。 这场战争最终解体了南联盟, 其实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打残了欧元。 此后又经历北约对利比亚发动战争, 以及阿富法战争, 伊拉克战争, 叙利亚战争, 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, 使欧洲陷入长期的种族冲突和经济发展停滞。 欧洲开始在全球争霸中, 失去自己的赛道, 不仅欧洲与美元相比失去了强势, 而且还在很多产业竞争中, 丧失了自己的竞争能力。 这次俄乌战争, 欧洲再一次站在了美国一边, 成功地充当了搞残自己的凶手。 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别人把你买了你还帮人数钱。 欧洲唯一有战略头脑的默克尔告别政坛, 整个欧洲就立即被美国拖入了一场, 与俄罗斯的全面对抗和战争, 这场战争使欧洲进一步丧失独立性, 而变成美国的附庸。 欧洲再一次成为了美国对抗俄罗斯的前线, 欧洲的衰落也许不是这场战争所引发的。 但这场战争绝对会让欧洲走上一条不归路, 欧元对美元评价之后, 可能会有反复。 但其趋势一定是进一步衰落, 再无实力与美元相抗衡, 欧元的衰落也就是欧洲的衰落。 三,俄乌战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? 俄乌战争虽然长期化, 但俄罗斯经济并没有被美西方的全方位制裁摧毁。 俄军也在战场上稳步推进, 取得了一定的战场成果。 目前这场战争正在出现扩大化风险。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, 立陶宛封阻俄罗斯飞地加利宁格勒。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之间出现矛盾, 近期俄罗斯暂时关闭了北西一天然气管道, 和哈萨克斯坦过境俄罗斯通往欧洲的一条树油管道。 这些都使得这场战争变得无法看清也无法预测。 很多人不理解, 俄罗斯为什么要以国运相赌, 发动一场对乌克兰的战争。 其实正如普京后来所说的, 这场战争就是要打破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主义统治。 俄罗斯唯有被水一战, 才能打破美国的丘龙战略, 在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。 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不敢做无力做的事, 现我们应该能够理解。 当俄罗斯举起反美大旗, 当俄罗斯祭出卢布结算令的时候,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家不拒美国的恐吓, 而拒绝跟随美国和西方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? 世界也因此而划出了一条精卫分明的两大阵营。 俄乌战争正在成为一道分界线, 划分出一个新的时代。 俄罗斯正在以卢布结算, 另向美元霸权发起冲击, 中国也正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。 俄罗斯举起来的新的时代。